烏俄戰爭已經持續超過一年時間了 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 將於四月初的時候訪問中國 並且呼籲北京向俄羅斯來施壓 以結束烏俄戰爭 詳情交給記者周又軒 好 烏俄戰爭爆發了一年 大陸最新也有發佈了一項 烏克蘭的和平計畫 裡頭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呼籲緊急談判 來結束戰爭 同時大陸這邊有說到了 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 將要在二月二十八號 到三月二號的時候 接受習近平的邀請 要來進行國事訪問 同時他們也宣布 他們自己的立場 他說了 他有跟白俄羅斯的外長 阿列尼克通話 有講到說 希望雙方能夠多方的合作 來加深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 但是另一方面 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有講到他的態度了 他說他在四月初的時候 將要訪問中國 希望說可以呼籲施壓俄羅斯 趕緊的來結束戰爭 因為他認為說 只有俄羅斯撤軍停止侵略 尊重烏克蘭的領土主權 這時才有可能會完全的落實和平 而大陸最近日其實是有發表對戰爭立場的文件 呼籲停火並且直接對話 不過也有外媒分析 這份文件無法產生任何影響 我們再請右軒說明 好 針對烏二戰爭呢 大陸最新發布了一項文件 就是提到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裡面提到的十二項重點呢 包含趕緊的停止戰火 同時啟動核潭 當然也不能使用核武器 不能打核戰 但是外媒針對這項文件 他們認為說 對於事件並沒有完整的幫助 像是聯合早報就有說到 根本就沒有辦法化解 領土主權之間的矛盾 因為根據現在烏二雙方 完全沒有結束的跡象 勸和促談根本就很難落實 同時大陸一項的政策的態度 都是如此的 所以海峽時報有講到 根本就沒有產生真正的影響 只是在重申觀點 並不是挺身而出 但是對於大陸這樣的態度 他們也不會感到非常的意外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哈薩克 他一直都是俄羅斯的盟友 他對於說大陸的這項的文件 他們是表達贊同陸方的主張 因為他們在這個聯合國 譴責俄羅斯的決議上面 是投反對票的 不過另一方面 他們又不承認俄羅斯單方面 並吞烏克蘭的領土 而且他們在發表這項態度的時候 其實時間點是非常敏感的 因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將要率團訪問哈薩克 所以有沒有可能哈薩克 他們未來的態度有所改變 也引發關注 而持續一年的烏俄戰火 根據分析 已經至少從五個面向 改變全世界了 我們再交給宥宣 帶我們瞭解 好 烏俄雙方仍然是沒有停火 不過縱觀他們已經改變了世界五個面向 首先就是其實當時戰爭爆發的時候 就已經回頭像 回到像是二戰之前的局勢 除了俄羅斯 他們是大規模的來徵召百萬人入伍以外 當然是要增加他們的兵力 再來就是美國也提高了武器存量 法國軍費開支增加了三分之一 當然德國也有幫助來軍援烏克蘭 這些國家都是來增加他們的這個軍備武器 要來軍援烏克蘭 另外就是可以看到聯盟通過考驗 這也讓這個北約新使命感復蘇 同時芬蘭瑞典要求要再加入 俄羅斯這一方面 當然是也要來找他的盟友 也強化了結盟 包含像是大陸 北韓 伊朗 非洲 中東 這些都讓他們更加的團結 另外第四個面向就是經濟飽受了重創 包含像是能源 還有食品的價格都上升了 所以也爆發了這些能源的危機 影響到全球的這些面向 最後一個就是現在處於不確定的新時代 除了說有八百萬的烏克蘭難民逃離了家園 他們的生活大受衝擊 再來就是歐洲和平也產生了破裂的焦慮感 古清他一直威脅說不排除要來動用核武 這也產生了所謂的核戰恐懼 而如果關心完國際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娛樂消息的話 也可以掃QR Code 同時加入我們TVBS娛樂頭條的Line 帶你追星不漏接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